现在呢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是一位家庭主妇和她的丈夫的对话 老婆说 老公老公 我的妈妈年纪大了 时常都要看医生 我们的孩子也长大了 正在发育时期 我需要买多一些鱼和肉给他们吃 我需要多一些家用 老公笑笑的说 没问题 没问题 我有一个好消息还没告诉你 上个星期六 七早八早 我在联络所看到我们的议员 驾车来到联络所 还不到八点 我看了他车的号码 4188 还挺漂亮的 我没吃惊 还没兜病 还拍十二拍 你知道吗 第二天我中了头奖 八四八要 一块钱赔两千块 我现在口袋里有多了好几千块 那老婆呢 嫩嫩 看着丈夫 然后跟她的丈夫说 老公 我要的家用 是经常性的开支 不是一次性过的 难道假如你不中奖 我的妈妈不需要去看医生吗 假如你不中奖 我们的孩子不需要吃了吗 老公说 没问题 我们还可以卖屋子啊 这就是工人党刚才Mr.Britam Singh的立场 人口老化 政府开支一直的在上涨 没问题 国家卖土地就可以解决了 我的居民师父有意感 上个星期六 我在咖啡店走动的时候 就有居民告诉我 阿花姐 你要记得 金山都吃了料 不要动不动 就想到要用阿公留下来的储蓄 不要让我们沦落成败家子 Mr.Deputy Speaker Sir I support the budget